今天要讲解的是有关2D线段的一个绘制 那我们今天要练习的这个是这个台北的logo 那像这样的logo我们要怎么制作呢 事实上以2D线段来讲 要制作这样的东西非常简单 只不过呢因为这个logo它是白色的 然后2D线段在绘制的时候 因为它会是白色的线段 所以说很难在这边看得出来 于是呢我先到floreshop把它处理成这种颜色 方便我们来制作 那首先呢我们在我们的front这边来 我先把网格关掉 你只要按G的话就可以把网格呢给关闭 我们在front这边呢利用views viewpoint background viewpoint background这边 你把它打开来找到file 找到这个台北按开启 记得勾选这个match bin map lock room and pan这一个 按ok之后呢你的台北的图呢 应该就会被秀到这里来 那接着呢我们就是利用啊 我们2D线段shape这边 利用line的方式我们来绘制这边 首先我们先随意的拉一个线段 先都用点了没关系 先都用点了没关系 你就大致上点一下 记得呢在最后这个末端的时候呢按close 那这个线段呢我们利用这边 在这边可以用2D线段 利用这个line就可以制作完成了 制作完成之后我们到这边来 把它打勾 不是打勾就是把这个打开来 我们点选Vertex把这个呢全部打开之后 按右键在这个点上按右键 你就可以看到它有被积corner 被积曲线corner跟smouth可以操作 那在这边呢我们就是先 我们当然可以利用被积曲线来一个一个调整 那问题是这样的调整的有点多 因为我们的点数比较多 事实上呢像这样子有点像毛笔字的呢 我们可以利用 Smooth 它就会自动取一个 一个弧形的线段 我们只需要移动适当的点就好了 例如说把这个点移下来 移过来一点 这一点也许可以不要 我们按delete试试看 好 利用呢我们的Smooth呢 它自动的呢就会把这个线段弄得很漂亮 那这个线段好了之后呢 记得把它回到这个灰色的状态来 这样子呢才不会在植物件底下继续工作 那用完其实可以把它关闭 你不关闭也可以啦 你大概自己养成习惯就可以了 所以因此呢旁边这个也是很简单 大致上我们点选一下 Close 然后打开Vertex 框起来 我们也是用Smooth 好 那这样子呢 北的这两个笔画就完成了 然后接着呢 我们继续把旁边的画完 那像这边的话 你就直接把它延伸下来就可以了 一样的我们把它勾选Smooth 那这边的话可能就要稍微的调整一下 例如说像这个点可能要拉下来 好 那接着旁边这边也是 1 2 2 3 4 7 8 8 9 9 那中間這邊呢也是一樣 你大致上因為這邊有點殘破不全嘛 你就大致上給它 繪製一個像這樣的形狀就可以了 然後這邊呢也是 好那這樣子呢你就把這個北呢給畫完了 接下來我們就要來開始做這一個台北這個字 事實上台北這個字呢要製作也是蠻簡單的 只要利用我們的這個test 就可以馬上把這個字給製作出來了